大家好,2020年8月25日第一部视频 刚看到这个旧金山总领馆 门口也出现了这个大型的销毁文件工具车 这是8月24日在街头发现的 看来旧金山也是正在大量销毁文件 前几天是8月6日,纽约总领馆也出现了这个销毁文件用的这种工具车 也是进行这个领馆的文件大量销毁 还记得7月份的时候,关闭休斯顿领馆的时候 那个领馆内出现的慌乱一幕 用汽油桶做了一个像国内的那种烤地瓜炉子 然后把文件放在里面进行慌乱的焚烧 造成了烟雾腾腾,居民报警 看来纽约和旧金山都是吸取了休斯顿的这个经验 现在在有条不紊的做掀起准备 有可能这个出现的关闭或者撤离的时候不会那么慌乱 这个迹象不是特别好吧 说明双方还在进行这种领馆人员 外交人员的这种撤离这种节奏 还是没有停顿下来 说好,不好,说不好,可能也是好事吧 看你怎么看了,好嘞,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